耶 Kondo San 陌生节到了 这是一年中最令人期待的一天 连日来 整个农场都在为陌生节做准备 尤其是夜来 那好吧 我穿这个服装的其他部分呢 我以为这套服装应该是最好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服装 你说的最好好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都没看到服装 发明家小杨继续对他最新 最凶心勃勃的发明进行微雕 好了搞定了 你的服装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服装 这就是你的绝活 我是不是该穿剪豆蓬什么的 额夜郎 我说这是最好的 但你要的是豆蓬 对我来说 这看起来并不是最好的 你知道服装上的那个打按钮是干什么的吗 那个按钮是我最巧妙的发明 但是如果它这么巧妙 也许我可以买了它去买鸡摊 好吧 不完全是 但不管怎样 你为什么不是诗呢 按下去 野狼按下被欣赏的按钮 突然变成了羊妈妈 这是什么 我的妈 我是说你妈妈 我变成了羊妈妈 我要对所有的小羊恶作剧 我告诉过你 这是我最伟大的发明 野狼非常喜欢这套服装 好奇的不停安动按钮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服装 不知道我能不能变成狮子 这样我就可以吓唬大家 抢走他们所有的唐国 野狼不停地按照按钮 将蓬蓬运气变成狮子 骂我是个细邪鬼 但狮子会更好 好吧 我现在很无聊 看来我不能变成狮子 看看这个 我变成了一只猴子 我甚至不喜欢香蕉 我喜欢汤锅 来吧 狮子 这套服装没用了 我不想要了 你的服装什么作用都没有 野狼听 你会弄屁他 反正也没用 我得去给自己找一套鬼怪服装 不然糖果就都被别人拿走了 你好小姐 飞行愉快 飞行 那是什么鬼 会飞的机台不可思议了 不 不 完全没有 我们收购了 你抢走我们的鸡蛋 所以我们学会了飞行 我们要在树上铲乱 什么意思 我没拿你的胆 请不要飞走 不仅仅是飞 信我们拿回了你之前偷走的胆 呃 不可能 不信 你去看看 好吧 我们骗得好 这是给他的教训 他们拿走了蛋 但蛋是我的他们怎么找到的 我会给他们看的 为什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大家都去哪儿了 不管他呢 我先去看看我的蛋 夜浪回到自己的藏身之处 开始输蛋 这里什么都不去 有那么一瞬间 我很害怕那些邪恶的机台们恶作剧 那是什么 搬到那边去了 一定又是恶作剧 等着敲吧 我抓到你了 你以为你在抓水 不 不是我 如果不是你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要走了 帮帮我 救救我 等等 这样你会走得更快 昏不瘦色的夜浪 夜浪去发明家小羊的家 我改变主意了 这套服装非常适合陌生街 请再修一次 我告诉过你 有了这项发明 你可以对任何人进行恶作剧 我要给冰雪女王来各恶作剧 这可不是个聪明的主意 这是什么鬼东西 你在这里做什么 邪恶女物 等 等等 等 等待 我是叶狼 我本来想 开玩笑的真的求你了 拜托你 求你了 我的天啊 妈妈 夜浪 我被吃凉了 这是什么魔法 开始要玩笑 我差点把你东奖了 哦 你没听懂我说的笑话 那如果我被装成邪恶女物呢 你把我送回农场 我在这儿冻死了 我快冻僵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个笑话 但等等我再玩最后一招 小羊们 不给他 你会有大鹅狼的 快跑 小羊们 快跑 耶 嘿嘿嘿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